回头吧 不要这样离开我 等太多没结果 往事身体是正面 下半生会证明 这些粉丝应该都是真爱啊 偶像被封杀了还不离不弃 今日既央视点名批评 网店封杀后 原以为郑爽已经落幕 没想到今还有人盼着他东伤再起 这些粉丝为郑爽开了新超话 共计1.6万人 每天更新对郑爽的思念 早起晚睡之前都会在群里打卡 俨然就像没有从前的那些事一样 而在这个超话里 粉丝大张旗鼓 指责张横因谋论 不仅急自为郑爽扑路 还维护郑爽生育 怒怼鼓励哪扎 不过郑爽已经被垂到毫无方生的可能 为何还有这么多粉丝执迷不悟 真是该醒醒了